主席委员同仁 各机关的所长同仁 有请农部长 请农部长 委员早安 部长好 国家为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建构既有丰富文化及创意内容的社会环境 运用科技与创新研发 健全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的培育 积极开发国内外的市场 所以制定了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在这个第六条 第六条也特别规定 中央主管机关 英尼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请教部长 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已经定了吗 这个部长 如果还没有定 那有关原住民的部分 顾小你了解多少 有没有原住民 特别针对原住民的部分 我们并没有特别针对原住民 去定独立的法案 但是对于原住民 政策 对 政策 我们并没有针对原住民 去定定政策 因为我们尊重这个原民会 它是最重要的主管机关 但是呢 对于原住民文化 以及它的产业的支持 它是体现在我们几乎是 所有七个司里头 对于不同的 就是说多元文化 以及对于所谓弱势文化 还有地区地方的产业的扶植 它渗透在我们所有的司里头 那个部长 我还是要做一些调整 不能因为有了行政院原住民 组委员会 就说尊重原民会 整个就 这个因为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法的中央主管机关 是文建会 就是现在的文化部 这是法的中央主管机关 所以它并没有排除 在这个法里面 并没有排除 原住民的文化创意产业 没有排除吧 而是它渗透到 它渗透到我们所有的作为里面去 对 郑委员 因为长期以来 长期以来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思维 你们的目前来叫思了 以前的各处 就会往往忽略到原住民的部分 这个部分 所以有关原住民的部分 这个政策 你这个发展政策 必须要再做一些调整 如果你没有特别标出来 往往会忽视 就会认为那是阎民会的 这是必然的 这不能怪你们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法的主管机关是文化部 所以必须要包含着 所以阎民会它无法智慧 它如果要编这方面的经费 主机出不会给它的 因为主管机关是你 知道吗 这是特别请这个农部长 特别要去留意 而且去加强 当然根据这个法 文化创业发展法 要设置这个研究院 研究院 原住民族的文化创业产业 要如何受到重视 要如何获得专业的资源 要如何获得专业的研究 要如何获得发展 这个在本来这个是一般的你要成立这个研究院所应该做的 但是研究民族的部分仍然特别需要特别去注意到 因为还是会关系到刚才所讲的 那个思维啊 包括未来设置的这个条例 未来成立的这个这个院 未来相关的这些院长 以及相关的董监事 如果还是有那种 那是有延民会 又是会被忽略掉 部长 你如何在这个这样的 成立这样的一个研究院 如何 我刚刚讲的 如何要去受到重视 郑委员 如果 如果您说到说 我们要小心一个陷阱 那个陷阱就是 你往往觉得 凡是牵涉到原住民的事情 反正有原住民委员会在处理 那我们就可以不管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所有的公务部门都要注意的陷阱 我完全赞成 完全赞成 原住民委员会的成立 它不应该成为其他部会的借口 说我们可以不管了 这确实 我完全同意 这个部长 尤其在文化部 更要注意 因为这个部分 往往会认为 有延民会 尤其是文化的部分 尤其是文化的部分 这个人我其实很支持您的论点 就是说 我们现在逐渐的已经学习到 比如说两性平权 就包括我们的各个司 他在召开各种的审查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注意到说 你的审查委员里头 有没有注意到两性平权的事情 那个没问题 那个父权会推了很久了 同样的思维 要用在原民的身上 那个是行政院的父权会的委员 一推再推 因为我过去也在行政部门 才有这样的 所以原住民的部分 尤其是在文化部 更是需要 尤其是在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这个部分 我完全赞成 完全赞成 所以这个相关的这些未来的研究院的设置 它的组织加工 这个人联的配置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接下来我们请人事行政总处 那个副人事长 严副总 副人事长 这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它是现在的中正 国立中正文化中心 加上这个魏武银 来要成立这个设置条例 这里面 你的整个设置条例里面 这里面从27条之后 都有一支规范研机关 研机关 当然研机关里面 当然你会考虑到魏武银有一些公务人员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文字的系数 文字的展现 因为中正文化中心 93年成立的时候 成立改制为行政法人的时候 原来的公务人员 已经根据当时的设置条例 研机关 他符合 他要退休 他不想在行政法人 他要退休 他就退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 他选择在行政法人 中正 行政法人的中正文化中心 那现在 要 又要改制为这个 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设置条例 基本上他是原来的中正文化中心 然后再增加魏武银 这样的一个 那他这个是不是 当时没有退的 现在是不是可以 再根据27条 之后的这些条 来受到相关的这些福利 或是待遇 当然是 因为原来可能还有这个 保留公务人员在 所以用最宽的 这也不是最宽的 基本上的权力要维持 不是他当初已经决定了 93年的时候他决定了 他要留在 以当时的规定 要符合退休才能退 然后加发7个月 他已经没有退 他那时候没有退 他没有退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可能是他认为他认同 中正文化中心行政法人 他留下来了 他本来可以退 他留下来了 这一种 第二种 他当时还没有符合退休的年值 还没有符合退休的年值 所以他当时没办法退 那他现在经过几年 走三年到现在 当然又经过很多年了 那他这两种 是不是都适用 这个二次七条之后的 原来如果已经 这个转为行政法人的话 他已经没有公元身份的话 那当然不行 我说他保留的那个 保留的话 如果他还保留公元身份 那当然可以依照这个条例来处理 所以你就是用最宽的 这个四十四条 这个四十四条 四十四条里面有落实条款的规定 第几条 第四十四条 四十四条 对 就原机关国立中政法中心的中华民国之三年三一日以转本中心之继续的用人员 其一交易人员用条例拼人员得准用第二十条规定 并应以本条例事情后六个月内完成办理程序 那个是拼任的了 前面还有 继续的用人员 我跟那个 现在就是在定法了 我们现在 不是说要根据谁啊 我们这次法是新定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最宽的方式 这是最宽的嘛 对不对 报政委这也不是最宽的 因为那基本的权益嘛 我没有去否定啊 我只是问你是不是用 因为现在本来就是定法 我们也可以不定这个东西嘛 我们也可以说93年 你那时候就留下来就不适用 也可以这样的调我们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现在 但是如果留下来 他继续保有公演身份的话 对他这不能当然要处理了 如果他已经转为行政法人 他当然不再适用 如果今天没有改制 如果还是维持中正文化中心 他就没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既然有了改制 再给他一次机会 是不是这样 是就好了嘛 是啦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政委 谢谢